这头熊鹿正在跟死神赛跑 他被饥饿的狼群盯上 在狼王的领导下 狼群已经形成了包围圈 这样下去熊鹿必死无疑 而他接下来的操作简直惊掉了我们下巴 危机关头 熊鹿果断放下各路素质 开启缺德人声 他居然将狼群带到了自家大本营 在场的鹿当场就傻眼了 从没见过这么坑队友的 而这正是熊鹿的保命策略 在见到更多猎物后 狼群果然放弃追逐熊鹿 因为这里还有更容易捕获的猎物 随着不远处传来一声惨叫 这头缺德的熊鹿成功死里逃生 代价就是献祭了一名小伙伴 其实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并不少见 毕竟保住自己的小命才是真理 此刻狼群正享用着大餐 他们已经饿了一周 但在狼王夫妻吃饱前 其他狼还得继续挨饿 狼王的大儿子想要偷吃 却被狼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他绝不允许任何狼挑战自己的权威 而这件事也让大儿子心生怨恨 狼王继续享用着大餐 殊不知这将是他狼生最后的大餐 浓烈的血腥味引来了不速之客 一头鸡肠碌碌的棕熊 正大摇大摆地走向狼群 很明显他是来抢食物的 面对重达数百斤的可怕巨兽 狼群纷纷退到一旁 他们很清楚棕熊的恐怖 唯独狼王还在资着一顿 即便明知双方力量悬殊 他也不愿将辛苦得来的食物拱手相让 一场大战瞬间爆发 但熊的力量实在太强大 很快狼王便落入了下风 食物也被抢走了 嚣张的棕熊甚至直接躺在地上 不断用身体摩擦猎物来挑衅狼王 在他看来即便是狼王 也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 但狼王也有狼王的骄傲 他必须维护狼群的尊严 来威慑基于王位的大儿子 而他接下来的反击行为 也彻底激怒了棕熊 据研究表明 棕熊全力一掌的力量可达2000公斤 狼王能硬扛着可怕的一击 即便是狼王也不行 此刻他的脊椎骨完全断裂 他再也无法站起来了 看着奄奄一息的狼王 狼群并没有一丝丝怜悯 大儿子更是一脸得意 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首领 随后便带着狼群扬长而去 他们把狼王丢在这里自生自灭 唯独一头母狼愣在原地没有离开 他叫子兰 是狼王的妻子 看着刚刚还生龙活虎的丈夫 此刻却倒在了血泼之中 子兰发出了悲痛的哀悯 虽然在人们眼中 狼一直都是狡诈的 但他们却从来不会抛弃半年 他轻轻地舔尸着狼王的伤口 试图帮他缓解伤痛 即便知道狼王已经必死无疑 子兰也不愿就此离去 他要陪丈夫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场 此刻已经是最寒冷的冬季 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雪占领了这座商务 子兰已经在狼王身边守了整整四天 他似乎还在期待着奇迹发生 然而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奇迹 狼王冰冷的身躯早已没有任何温度 但子兰依然紧紧贴在丈夫身上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相 更没有勇气去面对离别 毕竟早在很久之前 他们便许下了一生一世的承诺 然而狼王的躯体已经开始腐化 一群突如其来的乌鸦 打断了这场阴阳相隔的约会 很明显这些食府动物是想吃掉死去的狼王 此刻子兰的身心正在饱受煎熬 他无法眼睁睁看着丈夫尸骨无存 但他已经饿了四天 再不禁食自己也会饿死 深情地看了狼王最后一眼后 子兰最终决定离开 因为他有着必须活下去的理由 他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小宝宝 再过几周他将诞下一窝全新的小生命 这也将是狼王留下的最后血脉 如今狼群的新王后取代了子兰的地位 这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繁衍后代的权利 如果回归狼群 新狼王不会允许他诞下幼崽 为了宝宝们的未来 子兰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离开狼群 然后走得越远越好 之后他翻越了大山 在山巅上停下了脚步 他迷茫地看向远方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他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大山外面是怎样的世界 更不知道自己最终该去往何方 又累又困的子兰选择先睡一觉 在时务匮乏的东京 活下去对落单的母狼来说 已经是极大的挑战 更何况子兰的肚子里还有了宝宝 这意味着他的未来注定充满了磨难 然而这头前途未卜的母狼 却在不久后成为了一代女王 开启了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一生 离开族群后 他从意大利东北部的多诺米地山起程 途径奥地利 瑞士两国后 进入了法国境内 之后又横跨了维克尔高原 以及埃克兰山脉 来到位于普罗旺斯的阿尔卑斯山定居 这趟旅程全长超1300公里 并且中途他不仅顺利淡下一窝宝 还在不久后招揽了一名坠雪 组建了自己的狼群 自从离开狼群后 仅仅不到一周时间 子兰就在风雪中前行了近300公里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食不果腹 虽然中途遇到过鹿群 但如今他孤身一狼 想要捕获这种大型猎物简直是天方夜谈 他不能浪费体力去尝试 因为几周后肚子里的宝宝就要出生 在那之前 他必须抓紧时间寻找合适的生产地 鸡肠鹿鹿的子兰朝着北方不停赶路 为了避开其他狼群 他一路都沿着山顶行径 每年都会有一些狼离开族群 去远方寻找自己的领地 但成功的却寥寥无几 这条道路已经葬送了太多的失败者 因此也吸引来一种石斧为生的大型猛情 这种猛情叫做狐鹿鹿 双翼张开可达三米 虽然他们平时极为罕见 但因为其石斧的原因 被当地人称为是不祥的恶魔 因为他们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死亡的到来 而不幸的是 子兰发现自己也被狐鹿鹿盯上了 因为多日未进食 他已经十分虚弱 毫无疑问 这只大鸟之所以一路跟随子兰 就是在等他倒下 因为他确定那头母狼已经撑不了多久 虎鹿鹿的出现 果真引来了不祥的事情 山顶的积雪毫无征兆的断裂 顿时形成了一场恐怖的雪恶 荷天盖地的白色浪潮 如海啸般席卷整个山谷 在这毁灭性的自然力量面前 所有生灵都在劫难逃 狂暴的雪浪无情吞噬着一切 虎鹿鹿的叫声宛如死亡的丧众 在山谷中不停地回荡 一些动物侥幸跑过了一劫 而一些倒霉蛋却当场粉身碎骨 但对子兰来说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他不仅没被雪崩割挤 甚至还捡了一顿新鲜的大餐 这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然而还没等他动嘴 一道身影就出现在背后 正是那只虎鹿鹿 原来这个狡猾的家伙并不是想吃子兰 而是在利用狼敏锐的嗅觉找食物 不过他并没有上前抢夺 而是乖乖站在一旁等待着 见狐鹿鹿那么老实 子兰也放下警惕开始狼吞虎咽 要不是这顿救命的大餐出现 他真的就要饿死了 吃饱喝足后 子兰没有停留 果断离开了这里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 而剩下那些羊肉 便成为狐鹿鹿鹿的美味佳肴 其实狐鹿鹿鹿对肉并不感兴趣 他们最爱吃的是新鲜骨头 这张樱桃小嘴甚至能一口吞下20厘米长的劲 他们的消化能力在动物界遥遥领先 因此不用担心会消化不良 并且他们非常聪明 遇到一些吞不下的大骨头 他们就会飞上高空 将骨头砸碎成合适的大小 与此同时 子兰已经开启了新旅程 他以每天50公里的进度 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 虽然子兰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 但他知道只要不停下来 就一定会找到适宜生存的地方 很快他就横穿了整个奥地利 从边境出国后 他来到了瑞士境内 之后又穿过圣戈达山和蒙特罗沙峰 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 子兰已经徒步行走了1000多公里 这头怀孕的母狼完成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 此刻他已经抵达了法国境内的波浪峰 这是欧洲大陆最高的山峰 这里环境优美 并且水源充足 是一个完美的生产地 但多日的长途旅行让子兰已经精疲力尽 他的毛发变得暗淡无光 就连身体也瘦了整整一圈 子兰的预产期已经快到了 腹部的胎动也变得更加明显 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干燥舒适的潮雪 来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或许是上天眷顾 他在这个老树桩下发现一处天然洞穴 这里安静又隐蔽 简直是完美的庇护所 然而山里的天气飘忽不定 随着乌云挡住了阳光 天空开始电闪雷鸣 狼天生就怕雷电 子兰被吓得不停发出乌乌声 这一晚 雷电的轰鸣几乎不曾停歇 仿佛一只发狂的巨兽想要撕裂仓群 等到第二天清晨时 一窝可爱的小狼仔已经凭空出现 接下来的三周 子兰几乎和宝宝们形影不离 小家伙们成长得很快 此刻他们就像一群小奶狗 正忙着挤进妈妈的怀里抢奶喝 子兰一共产下了八只幼崽 但不幸的是 其中两只已经夭折 为了防止气味引来掠食者 他只能忍痛吃掉死去的狼仔 然而幸存的小家伙也并没有脱离危险期 因为新生儿的气味也会引来掠食者 小家伙还十分脆弱 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其他动物的小典型 因此子兰必须保持十二万分的警惕心 突然间 不远处传来树枝的断裂声 似乎有什么危险的东西正在悄然靠近 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子兰立刻探出脑袋查看 但环顾四周 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危险 然而暗中一双眼睛早已锁定了他 这是一只蛇利 他们行踪鬼秘并且擅长隐蔽 是山林中最危险的猎势者之一 虽然子兰闻到了蛇利的气味 却始终找不到对方的踪影 没办法他只好先返回洞穴 看着天真无邪的宝宝们 他的脸上充满了担忧 因为蛇利是种极具耐心的捕食者 一旦他们盯上猎物 就会埋伏很久 只要子兰外出觅食 他就会趁机对小狼仔吓手 子兰知道蛇利还在伺机而动 但他实在太饿了 这段时间除了杂草和蚯蚓 他还没吃过其他东西 哺乳期的母狼每天至少要吃两公斤肉 才能维持奶水的分泌 再这样下去 他和宝宝们都会饿死 毕竟就算在狼群中 也需要所有母狼共同抚养幼崽 更何况子兰现在只是个 无依无靠的单亲妈妈 更糟糕的是 一个调皮的小家伙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出去 正好被暗中的奢利撞见 这位可怕的猎手 立刻进入狩猎状态 此刻小家伙已经命悬一线 洞穴里的子兰也听到了叫喊声 但一切还来得及吗 听到动静的子兰第一时间找了过来 很幸运小家伙没有发生意外 在经过简单的全身体检后 子兰确定孩子十分健康 并且这一次他终于发现 那只躲在草丛里的可怕大猫 子兰立刻瞪大了双眼 与前方的奢利四目相对 经过一番眼神交战后 奢利最终转身离开了这里 与一头成年母狼交手 显然是不明智的 奢利不希望自己受伤 因为他也刚刚当上母亲 家里的三只小猫咪还在嗷嗷待着 在小家伙们长大之前 奢利妈妈不能轻易冒险 而这只调皮的小狼仔 是子兰的三儿子 他似乎天生就与众不同 不像其他兄弟姐妹那样安分守己 子兰对小家伙的行为很生气 于是一脚将他踹回了洞里 似乎察觉到妈妈生气了 机智的小家伙连忙上前跟妈妈贴贴 来表示讨好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 小家伙们终于可以出来探索了 他们屁颠屁颠地跟在妈妈后面 但总有个别不听指挥的闲眼包 他就是长大了一些的小三子 这个三天不打上房街瓦的调皮蛋 悄悄脱离了大部队 想要来一次属于自己的秘密探险 子兰并没有发现掉队的小三子 他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一处高地 前方的山坡下面有一群正在吃草的路 小家伙们好奇地观察着 而子兰已经率先摸上前去 他今天要教会孩子们狼声的第一课 如何悄悄靠近猎物 与此同时 正在独自探险的小三子有了新发现 前方出现了一只野猪宝宝 第一次见到其他种族的小朋友 小三子内心充满了好奇 于是他热情地上前打起了招 可小野猪似乎并不想交朋友 甚至还对他大打出手 于是可怜的小三子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揍 受委屈的孩子通常会第一时间找妈妈 就连小狼也不例外 妈 那个小胖子不跟我玩 还揍我 活该你个臭小子 谁叫你乱跑 妈 我知道错了 等等我呀 一家团聚后 子兰会带孩子们进行奔跑训练 这能有效提升小狼们的耐力 但新鲜事物的出现 很容易引起小狼仔的注意 没错 又是小三子 这个屡教不改的家伙又掉队了 这次他发现了一只吃坚果的小鸟 可还不等他上前打招呼 小鸟就飞走了 小家伙一脸的失望 这段时间子兰带孩子们搬了新家 他们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严实洞穴 虽然还是一居室的 却比之前的树洞宽敞了不少 舒适的新环境让小家伙们都很开心 除了右下角的小三子 因为偷跑出去 他正被最大的哥哥按在地上摩擦 虽然子兰自己经常吃不饱 但他却从不会委屈孩子 长期喂六只幼崽哺乳 子兰已经严重营养不良 他的毛发也愈发稀疏 可小家伙们还在不断成长 他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子兰已经没有足够的奶水喂养他们 但作为一名母亲 他无论如何都要撑下去 为了寻找食物 子兰必须花更多时间觅食 幸运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坡天的富贵 不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大波肥羊 这种香气深深吸引着子兰 但想要吃到羊肉可并不容易 因为羊群有着一个强大的安保部门 并且这个部门的首领还是个两脚兽 看着前方如此强大的阵仗 子兰明白自己没有丝毫机会 只能不甘心地离去 此刻小狼崽们都在呼呼大睡 一道身影却偷偷溜出了家门 不用说你们也能猜到是谁 社会我三哥又准备搞事情了 突然前方出现一只大白兔 小三子想要抓住这只兔子 谁曾想兔子一溜烟式的就逃了 眼看猎物就要逃走了 小三子立刻迈着小短腿追了上去 他利用灵灵的鼻子开始一路追踪 虽然最终没有找到兔子 却意外发现一根吃剩的骨头 这简直就是意外之财 可就在他准备享用美味的骨头时 大哥就带着兄妹们追了上来 一场争夺骨头的大战也正式打响 小三子紧紧咬住了骨头 看准时机成功突出重围 于是他跑 他们追 他插翅难飞 虽然小三子并非最年长的 但他似乎有着天生的领袖气质 可惜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兄弟姐妹的包围 于是第二次骨头大战正式打响 直到妈妈的出现 小家伙们才终止了这场闹剧 一个个围上去要奶喝 面对这些饥渴的小家伙 子兰也只能狼狈而逃 显然小狼崽们还不知道 妈妈已经分泌不出奶水了 出乎意料的是 最调皮的小三子却安静地站在一旁 他似乎明白了妈妈的不容易 这天一家狼来到了一处水塘边饮水 突然山谷里传来了一阵阵狼嚎 显然他们闯进了其他狼群的领地 突如其来的叫声把小家伙们吓坏了 一个个都待在原地不知所措 如果被狼群发现 这些小家伙都难以幸免 子兰望向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脉 似乎那里有什么在召唤着他 为了避开狼群 子兰连夜就带孩子们搬了家 一路上子兰一狼当先 六只小不点使出吃奶的劲拼命追赶 七匹狼军团朝着阿尔卑斯山方向不停进发 一直跑到了天黑 子兰才停下脚步 他们已经来到了森林的边缘 而前方的地面却发出了诡异的光芒 子兰并不知道那是一座人类城市 此刻他陷入了进退两难 前方是未知的世界 而身后有致命的狼群 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最终子兰没有选择回去 而是带着孩子们 闯进了两脚兽的文明 这里的夜晚依旧明亮 穿越了几条小巷后 七匹狼军团又停下了脚步 一条湍急的河流阻断了前方之路 这时一旁的大桥上出现了一辆汽车 机智的子兰立刻想到了办法 他鼓起勇气带领孩子们踏上了大桥 一路上子兰始终警惕着危险 小家伙们也紧跟妈妈的步伐 小三子甚至还抽空跟大哥打了一架 当第二天的阳光升起时 一家狼已经成功穿越城市 来到一片全新的森林 这里不仅环境优美 而且还有很多美味的邻居 此刻子兰全然不知 他们误打误撞来到了野生动物保护区 在这里他甚至还发现了一位老朋友 正在高空盘旋的大鸟 正是当初跟踪他的狐物救 似乎认出了子兰 狐物救激动地鸣叫了起来 缘分就是那么奇妙 这只狐物救也来到了这里安家 并且还找到了鸟生的另一半 狐物救会在这里定居 也让子兰愈加确定 这里不缺乏食物 是一处完美的生存地 然而冬天即将到来 小家伙们还没长大 想要捕获大型猎物 子兰必须寻找新的助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招纳落丹的同类 于是他来到一块巨石上养天长小 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吸引流浪的哺狼 狼的嚎叫声穿透力极强 甚至能传播到几十公里之外 然而子兰嚎了许久 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显然这片山谷除了他们一家 并没有其他狼的存在 但他并未就此放弃 之后的每天他都会到那块巨石上呼唤 这时候小三子就会在一旁默默看着妈妈 他知道妈妈一直都在为他们美 好消息是子兰今天终于得到了回应 坏消息是回应他的是一头熊鹿 这让子兰很无语也很失落 冬季即将来临 让子兰愈加力不从心 他该如何将孩子们健健康康养大 没有人能告诉他答案 随着雪花飘落 寒冬如约而至 子兰再次踏上巨石 这一次他的嚎叫声穿透了云层 一直飘荡到了森林之外 功夫不负有新郎 一头被逐出族群的年轻公郎听到了叫声 此刻正拔山涉水的奔赴而来 循着子兰的声音 年轻公郎一路翻山越岭 终于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他们相遇了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只一眼 公郎就一见钟情了 上来就对子兰发起疯狂追求 毕竟风韵犹存谁不爱呢 妹妹你好呀 处不处对象 单身丧偶带六娃你能接受吗 当然 俺会爱你的一切 包括孩子们 好吧哥哥 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 太好了 俺要当爹了 有了公郎的加入 子兰真正意义上的组建了家族 从此他不用再孤军奋战了 再次回顾一下子兰的旅程 他从意大利北部启程 途径奥地利 瑞士两国后 来到了法国境内 并在号称欧洲之巅的 博朗峰顺利诞下一窝宝宝 休养了三个月后 他带着孩子们继续向南行进300公里 最终抵达普罗旺斯的阿尔卑斯山定居 完成了这段全长超1300公里的传奇旅程 几周后 当一家八口再次出现镜头前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领地 小狼也在健康地成长 相信在未来更加广阔的世界中 还有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在等待着他们